好,大家好,那這就是第14章了,我們來講一下這個我收集到的一些更難的更神奇的東西叫做HireLFunction 那基本上這已經到我要講故事的程度,因為太難了,所以對我來說也跟講故事一樣 不過我就把我目前收集到一些好玩的東西整理給大家 那基本上前面講過就是你可以把LFunction想像是一種special function of zeta,啊不是,就是ZetaFunction的推廣板 那他是怎麼樣特殊函數呢,他通常來說就是數學上可能會有一些算數結構,然後他有Function Equation 第三件事情是People believe,呃,他有Riemann Hypothesis OK,那第一個,呃,大家可以訂閱一下,第一個我想講的是Elliptic Curve,OK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托人去選,基本上如果沒有聽過的話就把它想像是這個東西 比如說,呃,y等於x squared plus ax plus b 那,OK,那這個這個數學上有太多很難的猜想都是在這個圖案曲線上 OK,那最有名的就是我們這邊先把EP夾只是整整整數黃,應該是應該是沒問題 那,第一個可以,所以我們可以定義AP是這個P加E,減掉這個,這個AP,減掉這個module,呃,這個number of EP,OK 那EP的意思就是說呢,EP就是,呃,solution,EP就是你把這個圖案曲線把它restricted在,呃,marp之下的解 所以就是,我要怎麼寫,number of solution,number of solutions in,呃,FP OK,你這個finite field,所以針對每一個,每一個指數都會有一個finite field,OK,所以就可以定義AP 然後呢,呃,所以有,有,有,然後呢,這個rational field,OK,就是你,你考慮如果他是在有理數之下的話,一般來講可能這樣行 就是你可以問他有多少有理數解,OK,那這個是個很難的問題 那有理數解會形成一個rbdm group,所以是有一個,呃,自己的rank,然後direct some,一個torsion OK,所以這都是finite part,OK,呃,就是這個fine,然後這個r就是rank,OK 等於說,呃,討論曲線大家,大家在數學上研究是,大家在研究這個r到底要,大家可以用電腦跑,然後去發覺就是說,這個rank 目前來說要多大就可以多大,OK,但是好像並沒有人找到最大的那個,啊不是,就並沒有人證明這件事情,我記得是這樣,OK 就是r是不是真的能無限大,我記得好像還有在研究,OK,那這個torsion part最多很有名就是只有12種還是什麼之類的,OK,比如說好像只有,只有,比如說Z2啊,Z2 cross Z2,只有12種,OK 所以,所以討論曲線可以形成一個rbdm group,OK,那他如果在rational field之下,他可能,他可能是有限,他可能是有限群,也可能是無限群,OK 不過因為他是rbdm group,所以他就是freerbdm,他是rbdm group,finite generated,所以他一定是整數的某個rank,呃,direct some,一些討論,就一些有限的part,OK 所以這討論曲線基本介紹,那定理的,有一件事情是,呃,Hassel證明的這個AP 數量不會太大,OK,就是不會超過更好p,所以一般來說也會定義AP2,他就AP divided by 2 squarep,OK,那這個時候可以造一個L方形,呃,我們這樣定義S chi,就是你把,你給一個,呃,complex number,你就把它,把它所有可能的prime 存起來起來,這是p的s,然後p的2se,然後把所有的prime乘起,OK,那這個就是,所以你針對每一個,椭圓函數, 他這,椭圓曲線,就給他一個,一,complex number,你就可以造一個higherL方形,OK,所以這是高位的L方形,OK,那我就有個conjuncture啦,就是這個lse呢,不知道為什麼是1tie,OK,這個,這個意思是說呢,這個,當初構造這個,Hasselbelieve這個L方形,我們這樣定義的時候也是一樣,就是s大大於1的時候,是will define,OK,那大家believe之後這個,也一樣有好的 解析延託,可以把這個L方形,延託到整個平面上,OK,那大家可以去維基百科上查一些,查一些information,OK,就打這些,我打過的專件,是什麼Hassel啊,這些東西,OK,那有一個很有名的猜想,就是從這邊出來,對,假的你把這個解,解析延託好了,OK,那有一個定理叫,有一個猜想有名,叫做Burch, Swinnerdell,這個是另外一個前幾年大獎難題,所以大家可以去wiki查一下,OK,Burch,Swinnerdell,他說什麼呢,他說你,他說這個r呢,他說這個r就是,r就是那個rank,OK,這個rank,會等於這個,這個rank,order of vanish,order of vanish, r of LSE,s等於二分之一,我也等於就是說,你如果,你如果把L在二分之一帶進去,然後他解析延託之後,你大概是二分之一,這零點的order,會告訴你這個,這個,這個rank是多少,OK,所以這也是一個,這也是一個千禧年難題,就是你解完這個也應該可以達到100萬美金,跟這大方形一樣,所以這是一個,呃,至少被認為是很困難的一個問題, 那我去用電腦跑,好像很多都是對的,OK,OK,當然這裡面有很多數字掌握,OK,這就是一種L方形,OK,那第二種我想要講L方形是,啊,modular form,OK,modular form,啊,modular function,OK,我覺得modular function很好玩,我有空,以後可能會拍一些中文的影片,假設你現在有一個complex plane,是higher dimension,是這個r,所以就是考慮這個,復甦平面上,上半部, OK,那大家都知道,他有一個automorphism group,叫做sl2z,對吧,所以他有一個subgroup,叫sl2z,啊,sl2z,那這個保險是應該是r,所以你有一個subgroup,他的automorphism group是sl2r,然後他有subgroup叫做fine,sl2z,OK,那什麼叫modular function呢,就是第一個是,當然是complex plane,除了c,OK,那希望是holomorphic,OK,那第二個是這個fγ, g,z,我,gamma z就是gamma Praxis在g,所以你可以pick一個元素叫gamma在這邊,那定義上來說,假設gamma是二 pom形ale,就是a,b,cd,因為他是ские,所以gamma,作用在z上,就是az加b,除了そんな Raf OK或者是有些人喜歡講的有點像是那個大家在負面學校的Mobius Transformation 所以FGammaZ就是CZ加DK就是存在一個K OK所以這叫做Modular K 這K是個Parameter OK K一般應該是只能取正整數的 應該是KK應該要大一點點 所以FGammaZ CZ加DKFZ OK 大家可以去維基百個上查Modular Function的更多資訊 如果想要看進去 我這邊就整理一些我覺得有趣 那第三個就是我想要把FG寫成是這個 假設FG可以寫成這樣 2PiINZ 就是等於說我對我用複利的分析 我把它對2PiINZ展開 然後這邊做一個奇怪Normalization 這不要管他 這叫CuspFone 滿足這三個條件 我就說它是一個Modular Function OK 那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 我一樣可以定義這個 我一樣可以定義針對一個Modular Fun 我一樣可以定義這個東西對不對 因為沒有人可以阻止我 沒有人可以阻止我這樣定 OK OK 那很神奇的是他也有OA product OK 那這邊有一個很厲害的結果就是Ramanujin Ramanujin有一個TaoFunction 我有空也會講中文的影片 我覺得這些東西這些東西 我忘了我中文影片是講比較難的東西 就只講很難的東西 OK這個叫TaoN就是AN會小一點 Number of divisor of N 我意思就是說看你有多少因素 OK 所以比如說Tao12就是 2的平方乘以3嘛對不對 所以就是3乘上13嘛 3乘上2 所以有6有6個因素 我會說AN會小一點 這是一個已經被證明的結果 OK 所以現在這個我們家有2種有2種有2種有方形對吧 一同是從Modular Fun定義 一同是從椭圓函數定義 椭圓曲線定義 OK 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是最有名的日本人 這個Tani Yamaha 他好像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結論 就是我一直知道這件事情的 OK 就是不過這件事情 你從這裡講 你從聽完這12章講 都應該就有點體悟 就OK 他的conjunction是呢 這個conjunction後來被那個wiles證明 as awiles proof 這就是那個費馬大定理的wiles OK 簡單說呢 就是我們剛剛有講說 如果你有一個adp function 對吧 你就可以定義一個 l function 那如果你有一個modular phone 你就可以定義一個l function 對吧 那定理的說法 定理的這個比較 這個vague的論述就是說 你其實給一個 給一個adp function 他就會找一個 他就存在一個modular phone OK 使得他們兩個定義出來的l function 是一樣的 簡單說就是 你你總會可以找到 某一個f跟e有關 使得lse就是lse fe 那做這個這個定義是非常難整個 非常非常的困難 我也完全不知道怎麼整 OK 但是wiles其實就是證明這個定理 OK 所以這個定理 呃也是 幾乎就是指一個 abio part OK 所以然後你從這裡就可以導出 廢馬大定義 因為你可以把 我記得是從這個equation 得到一個東西叫for a curve OK 然後去研究這個modular phone 人家說 這整個就是數學家 這就是大利曼彩選 OK 就是數學上有一東西叫做leng l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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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 OK 基本上就在研究類似的事情 就是在研究啊 modular function 跟這個geometry這種 還有有方學的關係 那這種數學也非常非常困難 因為他 因為他研究的 我覺得這種數學很困難的原因 是因為他都在研究這些prine number 的 OK 所以基本上就很像素論跟幾何年在一起 所以是非常非常困難 就是什麼算數幾何之類 就我就聽過 我從來沒辦法學學生這種東西 不過我就是把我覺得有趣的東西整理出來 我覺得這個一定比curve 大家有可能可以研究一下 我覺得蠻好玩的 OK 那你評論到這裡 好了 講一些好玩的 嚇嚇大家而已 拜拜 哎拜拜好像也挺麻煩